歡迎收看今天的產業禁報 我是宇宗翰 馬上來帶您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央行預測歐日路經濟明年恐下滑 南韓看好 科技部領先全球端AI科研八大準則 打造善的工具 推動GDPR氏族性認定 國發會已啟動個資法修法作業 OTT分重化發展 遠傳布局5G娛樂產業 來關心台股 美中貿易談判在線變數 中方赴美參訪行程突然喊咖 美國總統川普放話 無需在2020大選前達成協議 拖累美股上週收黑 雅股今天漲跌互漸 陸股跌幅約1% 台股在電子三雄走弱下 開盤下跌4.88點 以10924.81點開出 盤中一度黑翻紅 為漲幅隨即收斂 法人表示 本週有摩台指結算 與投信法人祭底作帳 將影響台股能否持續 朝萬一前進 提供給您參考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 財經100秒 國際油價上週五尾盤回落 因投資者對沙國 恢復產能更有信心 紐約汽油及布蘭特汽油 週一雙雙回升1% 華爾街日報報導 日前遭遇空襲的 沙烏地阿拉伯油田 可能需要花費數個月的時間 才能完全修復 而不是沙國對外承諾的10週 繼中共強推國企和民企混改後 最近浙江省的杭州市政府宣布 將抽調100名官員 禁駐阿里巴巴等 第一批100家大型私企 作為政府事務代表 對於官員公然禁駐民間企業 有網友嘲諷說是 預熱新版的公司合營 台積電7奈米產能爆滿 之際5奈米布局也傳捷報 在蘋果、海茨、超維、比特大陸 和塞林斯 五大客戶都決定採用5奈米 作為下世代主力晶片製程下 台積電5奈米需求超预期 並大幅上修產能部件 有原定每月5.1萬片 大增去7萬片 增幅近4成 同時加速產量腳步 提前明年3月量產 徵求四大資料中心需求升溫 包含谷歌、臉書、微軟 下半年都有建置新資料中心計畫 亞馬遜也有新訂單續出 法人表示相關台廠代工 廣達、音業達、微影 渴望社會需求提升 都能從第四季延續至明年 新台雅台電視 正理報導 接下來帶您來到美國紐約 週六第三屆Hello Taiwan 紐約珍珠奶茶節 在曼哈頓第八大道登場 推廣台灣的珍珠奶茶和小吃 不少西方民眾都贊不絕口 台灣第三屆珍奶街 好吃又好玩 我們帶您一起去看看 一杯又一杯的珍奶 手搖飲料 當然還少不了各式台灣小吃 猪血糕 鹽酥雞 烤魷魚 還有相當受歡迎的 在紐約賣到缺貨的 小美黑糖珍奶冰棒 多益不絕的人群 可以看出珍珠奶茶 在紐約人心中 占有一席之地 我手上這張飲品券 只要十塊錢 就可以適應 現場八家不同的珍奶店 看我身後民眾 已經大排長龍 就是在排珍奶 主辦方表示 目前不少台灣年輕人 在紐約勇於創業 將台灣獨特的飲品 推銷給紐約客 年輕的一代 有些開珍奶店的 他們就開始從 這個珍奶的這個調味 或者是它的這個 烹煮的方式 去讓這個珍珠 有不同的這個口感 珍奶在紐約 已有不可動搖的地位 而珍奶節不只推廣珍奶 也讓民眾認識 各類台灣小吃 現場一名西方人 這樣子形容台灣的食物 每年的珍奶節 都相當受歡迎 推出的一千張飾飲券 短時間內就全部售完 現場還有一些小遊戲 讓紐約人更認識台灣 一方面認識珍奶 也一方面認識這個 珍奶來自的國家 這次第三屆的 Hello台灣紐約珍珠奶茶節 還與日本粉霧美食節一同舉辦 帶給紐約客特別甜美味的一天 新唐人記者王愉賀 韓瑞紐約報導 帶您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紅博社貿易戰促使大批製造業 將生產線已往泰國 金融時報 谷歌研究員發表論文表示 谷歌量子電腦技術已取得全球領導地位 華爾街日報 美聯準會公布 美國家庭淨資產Q2增幅1.64% 達113.5兆美元 孤訊類產業在台灣年產值近百億元 不僅是拿來使用 許多醫學研究也證實 孤類中的成分可以運用在抗癌的療程中 但您看到台灣一家經營多年的生計公司 選擇附加價值高的孤訊品種 投入培育研發 特別找來孤訊類專家 牛章之之父賴閩南 擔任顧問率領團隊 也罕見透過媒體公開白化容的培育 但您知己 外觀有如岩石 紫實體成碳黑色塊狀 這是俄羅斯的國寶白化容 也稱為恰嘎 是生長在白化樹上的藥用真菌 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北尾40到50度的寒帶地區 平均在2萬棵白化樹中 僅有一棵會產白化容 現在台灣孤訊類專家 牛章之之父賴閩南 讓台灣也能培育栽種 經過測試結果呢 就是說大型安寧 這個森林裡面所採到的白化樹算是不錯了 能夠提高它的單位產量和品質 所以我們培養機探討就是用各種骨裂 紙活的骨裂 這些骨裂都可以吃的 奈米南博士率領團隊花費6年時間 以無毒有機的技術與無塵庫防培養 讓多年生的白化容一年半就能採收 而且全株都可使用 團隊也栽培出台灣特有的原汁品種 營養價值勝過日本 我們經過探討結果呢 我們栽培的銀汁的多醣體呢 達到60%以上 日本的只有46% 我研究到現在 就骨裂裡面含的多醣體最高就是銀汁 除了銀汁 俄羅斯的國寶白化容 21世紀開始受到各國醫學研究重視 其中日本權威醫學研究機構 深入白化容研究得出結論 白化容尊峻所含的SOD活性是 磷芝的55倍 巴西蘑菇的23倍 這個是在俄羅斯的 他們的生長野生的 差不多將近20多年 這是我們自己富裕的 這就是一年半就可以辦法採收了 裡面我們有參加了很多 我們必備的一些相關的營養成分 所以說應該這是我們的ノー號 那目前它所採出來的這個 這個三鐵類也蠻高的 多醣也蠻高的 SOD也是非常高 所以說它本身不輸野生的 固醺類產業在台灣年產值近百億元 種類包括食用菇和藥用菇 是台灣重要的精製農業 台灣一家成立多年的生計公司 選擇附加價值高的固醺品種 投入培育研發 邀請固醺類專家賴閩南當顧問 集團式的經營朝一條龍研發製造的方向前進 很多台灣的一些相關的生計業者也一直找我們搭配 馬來西亞他們有跟我們下單嘛 那他們是希望說用我們的技術去跟他們合作 開場精益求精 不斷嘗試與白化融的各種組合 像是融入咖啡 還有茶包 團隊腦力激盪 開發新品 不過要將生計產業與精緻農業結合 走出創新的一條路 人才需求跟著補出檯面 台灣的生物科技這一塊算是成熟的 很希望說在這個相關科系 尤其是像營養學這一塊也很重要 當然我們是歡迎這樣子的人才能夠參與我們的行列 專業技術很重要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培育一個一些比較年輕的相關行業 相關科系的年輕人來從事這個培育的這個工作 在例行的團隊討論當中 可以看到年輕人幾乎占團隊的一半 企業專精研發的同時也網羅人才投入培育 從上市下手把手的傳遞多年經驗 讓年輕人對生計產業產生興趣 進而創業 以這種產業你必須先花一點時間 你要實力去了解 想要做的事業沒有那麼困難 只要你願意踏出去去關懷別人 慢慢你就會把你的事業做起來 臺灣孤迅產業曾締造輝煌時期 如今隨著精緻農業的推廣 加上有三十多年生計發展基礎 退變為臺廠的競爭優勢 將為臺灣孤迅產業推向另一高峰 帶您看到明天9月24號星期二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電動車輛潛力商機研討會 大影恢復買賣 開放銀行峰會登場 小米加入5G戰場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產業警報 我是宇宗翰 我們明天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